打开圣经 约翰十四章 父啊 我来到你的面前 奉得耶稣的名义 我们的心充满了感恩 你通过你的儿子在十字架前 为我们的教导 他那无价的 不受时间限制的这些真理 圣灵你在以更新的方式来教导我们 我们可以有一个活泼的理解 超过我们现在所看到的 圣灵请你来教导我们 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 我们从神性的一个 进入今天的第八课 讲到了约翰福音十四章的十到十一节 讲到是耶稣与父的联合 我们不会讲细节 但是约翰福音书里面的细节 这里讲到的是父与子之间的联合 到目前为止 他是如何与父连接 当他做人 当为人的时候 是这样和父连接的 现在已经是这样的联合 等到以后是更加 如果总览整个内容 通过这几周来的学习 耶稣命令他的门徒说 不要让忧愁主宰你的心 一句一句的耶稣告诉他们 是为什么要 不要让忧愁主宰你的心 而是要平安在你里面 这里讲到的是通过 与父的互动 就如同他与父的互动一样 是同样的原则 这样我们的心就不会被忧愁主宰 这是现在讲的内容 B点 耶稣在约翰福音14章中的主题是 一个天父的一个属性 就是你跟我们跟父之间的关系 是如何的 我们被呼召在现在 在这个神的三位一体 多元化家庭互动的关系当中 我们与他们互动 他现在在邀请我们 这个有新约的关系当中的 我们进入这样的关系 因为你们就是家庭中的一员 耶稣描述 在14章7到11节里面讲到 他是 在14章的12到24里面有讲到 如何建立联系 尤其是 耶稣以人的身份 与父神的关系 他是对他们说 我就是这样 就是我作为一个神 我如何与父这个连接 他并不是强调这一点 而是说 我作为一个人 而被圣灵充满 而与父建立关系 那你们这样就向我 同样的原则与父连接 我们不知道 我们不知道 这个一个方法 会走多远 但是我们不想 在这个事实之外 很多基督徒 甚至都没有开始去做 当我们开始去尝试 当我们知道 我们现在已经开始了 第二点 如果有另一种方式来说 是约翰福音7章7到11节 它不是耶稣神性的 教义的课程 而是教导 他关于他的人性 他作为人与父之间的关系 耶稣作为神 在地上与神的联合 并不令人混乎 但是让人混乎的是 就是在作为地上的人 可以和神有个 一个超然的神 有深度的联合 你无法想象 他们知道神是受恩高的 祂是弥赛亚 但是你说你作为人 你也吃 你也睡 作为人 有软弱 有很多限制 你可以和这个创世纪 第一章的这个神 和他有关吗 耶稣说 是的 那对门徒来说 很挑战 他没有办法将几个点连接在一起 人怎么可能如何与摩西的神 这个荣耀的神像摩西显现的时候那样 当时整个山都在撼动 山都震动 有火 神说这是一个新的方式 这叫做新约 我是你们的榜样 我呼召你进入我这样的关系 C点 门徒们一定很难相信 一个人可以 以亲密的方式 与以色列超然的神建立关系 他们知道耶稣与神很亲密 但他无法想象 他在我里面 我在他里面 这完全不在一个人所能想象的地方 他继续又说 父在我里面 我在父里面 然后二十节的时候 他又讲到说 你们在我里面 我在你们里面 门徒们就想说 你到父那里去 我都已经不能理解了 我知道你很独特 你有能力 你是弥赛亚 你是在你一个层次里面 可是你说你在以色列的神里面 那个级别无法理解 上周我们讲到 七节说 如果你理解我 如果你认识我 也就认识我的父 从今以后 你们认识他 并且已经看见 从今以后 你就可以想我所想的 做我做的 当我做的 我们需要食物的时候 我就让食物被增 如果我需要过海的时候 我就过海 然后医治麻风病人 你也做 现在你就能看见父 当你看到有人被医治的话 你就应该看到了父 你看不见父的身体 但是你将那些点 现在可以连接起来 因为我已经告诉你了 是因为我所做的 都是出于父的 但是他们没有办法理解 就是创世纪的神 可以和他和我们有关 他就说我明天要去死了 你要理解 你看不到神的眼睛 所看见的手 但你看到 但你看到神所做的事 他说他是柔和的 是谦卑的 他现在就是要供应你们 他们要供应你们 你现在就知道了 是他们 他造了你 你现在应该能看见了 这就是父 我们以前从没见过 现在知道 这所行的神迹 是出于父的 我们不可能像看到 耶稣的手一样 但是因为所做的 神迹就看出 这是父来 第一点 耶稣将他自己的这个关系 呈现在进入一个台阶 他说我怎么样以人的身份 与神关系 在七到十九节里面 他说你从看到神的作为 你看不到神的手 但你就认识这位父 你可以看到 父是如何想要 使人类都得救赎 那门徒们想说 这些都是新的 十节 他说我在父里面 父在我里面 这是一个很大的宣言 他不是说 我是弥赛亚 你知道我是贝恩高的吗 他说这些我知道 可是说我在神里面 我在父里面 这就像神 就如同神的灵 就降在大卫身上 以及以利亚上 以利沙上一样 这个但是你是 但是住在父的里面 住在父里面 是他们完全不熟悉的 他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 就是我跟你讲的真理 我对你们的教导 我说这些不是凭着自己说的 实际上是住在我里面的父 通过我这个人 然后来做他自己的事情 实际上是父在做 十一节 他又强调说 超过他们想象 所以耶稣就重复 他说我在父里面 父在我里面 当耶稣说我在父里面 他是说我的思想 就是在心里面的想法 我所感觉到的在他里面 我的心里的思想在他里面 我的言语在父的心里面 也就是说 父我所感觉到的 是带给我的父极大的喜乐 他说这位看不见的父 在天上就想着说 在我的心里面 我很喜乐 他的同在在里面 可是他的情感 他的言语 都在我的心里面 我爱他 这是这个意思 门徒们还是很愚钝 要甚至想到这一点 就很困惑 约翰福音 有约翰福音里面 很多的教导是非常有名 我想甚至把约翰 把这个福音写出来 对约翰来说也很难 在弊点 约翰的福音 已经强调了五个方面 至少有五个方面 一个是 与以色列的神 这位父的这个 关系 却在这个 拿撒勒人 耶稣身上表达出来 他们的想法 都在分别他们的心里 他们的情感互相分享 他们的言语 他们的行动 都在彼此心里 也就是他们的感觉 他们的话语 都是在彼此的心里 你想当我们 说出来的话的时候 就深深地触动别人 这基本上就是 你就在他的心里面 喜悦 他喜悦你 因为触动他们的心 所以他就觉得说 你的话就在我的心里面 耶稣说 我们的关系 在每一个层面的关系 都是这样的 我在他里面 他在我里面 而且事实 又是神的灵 就是一个火热的灵 对人来说 是一个奥秘 这个表达了 父与子之间的合一 他说 你和我的未来的时候 也要这样 我的话 在你的心里面 那当你说出 我说出话的时候 就在我的心里面 这就是有一点点 你在我的里面 我在你的里面 你的情感 你的决定 这个事实 就是 这个实际呢 就这样放在 门徒的心里面 这是一个 是新约的里面 带给我们的 一个根基的事实 如果我们这样往前行 我们就会得到更多 在未来的日子里面 我们要更多 越来越多的 就活在这个 与三位一体神的 多元化的互动里面 约翰福音 十七章的时候 要展开更多的细节 第二页 看H点 就是三位一体的神 耶稣说 父在我里面 我在父里面 这是一个 三位一体 就是多元化的互动的 一个总结 三位一体 我们只了解 一点点 我们 我们上个学期的时候 讲到 这里做一点点回顾 就是每一个位格呢 都住在彼此的位格里面 每个位格呢 都是同等的 而且是 他们也是完全的神 可是呢 又不同 这是一个三位一体的奥秘 每一位位格 圣父 圣子 圣灵 都是 他们的职能 都是截然不同的 当他们一起做的时候 他们职能不同 却彼此合一 他们的工作 却是彼此合一的 没有冲突 没有张力 他们所做的工 他们就做 自己要做的那部分 每一个彼此 有喜乐的 参与其中 他是 当神 当子做他 要做的时候 父就喜乐 也就是三位一体 每一位进入的时候 无论耶稣做什么 他们都很喜乐 这就是说 耶稣就这样说 父 住在你里面 也就是这样的 我实在无法想象 基本上就是 神这样呼召我们 永远地 进入这样的一个 互动当中 当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 就说 我喜欢哥林前书 哥林多前书二章说 他说圣灵呢 是知道 神里面的深处 将他给我们 就是 圣灵参透万事 将奥秘的事 给我们 这里就讲到 就是刚刚讲了 这里讲到的是 一点点 这奥秘的事情 神说 住在我的里面 你这一辈子 就静得 越深越好 我不是等着 我不会等着说 以后能够完全 我要 现在我就要完全 矮点 耶稣对父的爱是热情而喜乐的 他被神 所爱 以及爱父 所感动 他就是说 我爱父全心地爱你 你用你的爱来充满我 他没有无聊 或者厌烦 跟父的关系 这本身就是很荣耀的 你想想想 父与你的关系 耶稣从来 不会对你无聊 你可能 你可能对自己 都觉得无聊 这是一幅 神如何爱百姓的 一个画面 这如同父爱子 和自爱父一样 就如同父爱 他的孩子一样 耶稣福音说 他说 父爱了我 他也爱了你们 他从来没有 对你觉得无聊 撒旦带给我们 这么多的谎言 给我们不同的故事 约翰福音十四章的 这个事实 是圣洁的 是个高深的 对父来说是真实的 对我们来说 我感觉不真实 可是现在 让我们感到越来越真实 三一神中的联合 揭示了他们之间的 关系的一个性质 就是他们的合一 就是显示了他们之间的 关系的性质 以及品质和强度 换句话来说 父爱子 子爱父 是 是我们与上帝 神关系的一个模式和源头 约翰福音十七章里面就讲到 神如何与父的这个关系到如何的程度 你不只是进入我们之间 实际上 你还进入我们里面到永远 我们有一个计划 是完美的 完整的 美丽的计划 你要进入于我们家庭的这个多元的互动关系当中 我们会住在那里面 在新耶路撒冷里 在父的家 在他的宴席当中 在神的这个园中 在伊甸园的这个事实 有一天要在全地展开 这是以后要讲的 还在这一点 他们的关系让我们了解 神之间的完美的关系 神与神之间的关系 神与信徒的关系 以及信徒彼此之间的关系 这是一个完全的一个关系 神与神 神与人 以及人与人的关系 这样的关系就是永远被祝福的关系 K点 这是有一点 看上去有一些 我们自然的思想 觉得这是有困难的 有障碍的 可是你会觉得就是 就是那些 这些如果只是一个面包屑的话 我们都想要紧紧地抓住 我们有能力去接受神的爱 而且有能力去爱回给神 这些就是我们 我们的关系就抛锚在这里面 神爱我们 我们爱神 就是扎根在这样的一个事实当中 我们看到了这一点点面包屑 我们就对神说 主啊 谢谢你 我们让我们看到更多 知道更多 在实节当中说 神就向父啊 向我们启示你心里面更深的奥秘 这是圣灵想要给我们深奥的事情 这些深奥的 在心中的深奥的事情 是眼睛未曾看见 耳朵未曾想到 甚至人心也未曾想到的 你看到里面有多奥秘 多荣耀的事情 可圣灵 甚至在现在就可以一点点地告诉你 如果你要的话 我们会说 好 但是你要跟我讲话 你的生命当中 要扩充这个空间 让你可以跟我说话 跟你互动 K点 我们爱神和神爱的能力 是建立在这三一神之间关系的事实上 我们那一刻被激励 能够柔软我们的心 这些是我们有爱的能力 给我们的那一点点的激励 都是可以我们走好远 开始就开始拿 开始去拿面包谢 使他可以带领我们到一个宴席的桌上 我们要谢谢神 说这些一点点的这个关系 我们来谢谢神 谢谢你 这是真实的 父啊 谢谢你 你向我显明更多 你的想法 对耶稣的想法 你对他的喜悦 你向我更多的启示这些 显明这些 我想要更了解这些 我想要 父啊 我要在与你同行的路上 要知道更多 如果忽略了 任何对三一神彼此关系的认识 我们都会损失很大 就是如果忽略了 你们会就想 哎 我很忙 我们就做自己的事工 事工很忙了 圣灵说不要 不要放弃 不要忽略 我可以教导你们 我可以分次给你们 我可以激励你们 条点 再回到三位议题之间的互动 这三个位格 他们所做的每一项工作 都是完全参与的 在创造时 创造的时候 父子跟灵都参与了 在道成肉身的时候 这个灵处到 圣灵处到玛利亚的时候 耶稣就诞生了 耶稣就形成了 每一位都参与工作 到了十字架上 架已经赎买了 我们最被赦免 可以接受神的义的时候 三位中的每一位都参与 复活 三位一体也参与 约翰福音十章十章十八节 耶稣对边上的法利塞人说 我甚至可以使自己 从死里复活 有一些经文 是父使子复活 有些经文说 是圣灵使耶稣复活 耶稣说 我自己可以使我自己复活 这就进入了另一个 更高的层面 我们不用进入所有的细节 但我觉得超过我们所能理解的 我们给我们一点点 我们再给我们一点 如果几年 十几年之后 我们的心里面 有一切的丰盛 就是一切的丰盛就在我们的里面了 我们要更多 只要我们能 我们再看约翰福音十章 我们再 这与二十节相关 这些令门徒震惊 十节 为什么会 为什么会 会让他们吃惊 他说 我在父里面 父在我里面 是我的决定 在他的心里面 父母如此的喜悦我 我所做的 在父的心里面 这只是一个介绍而已 他说 我在父的里面 我有一个人的身体 他是创世纪一章的神 在二十节的时候 又进入了更高的层面 层次 他说 到那日 到那日 这是一个头脑的知识 他说 你们就知道 就是事实是 我在父的里面 你们在我里面 我也在你们里面 门徒们就想说 你在我们里面 是怎么可能呢 一个人 怎么可能 在另外一个人的魂里面 你会在我们里面 你会在我们这个肉体里面 这个魂里面 怎么行得通呢 我的灵在你里面 你说不出的这些想法 都在你里面 你说不出的想法 都在我里面 我们两个可以沟通 我们可以永远在一起 如果我们到前面 往街上往那边走 去买了午饭 再回来 所以你也知道 耶稣说 我永远不会离开你 那怎么可能呢 一切都很奇怪 想想这些经文 你就想说 我们不会太在身边 花时间 可能一个人 对一个人 这样说这些事情 好像他们来自 另外一个世界 人类历史上 没有一个人会说 你在我里面 我在你里面 我一直在你 一直与你同在 可能有些人 如果有人类是这样的话 可能他们需要治疗 我的想法 我的感受 我的行为 深深地打动 我父的心 那他所想所说的 也深深地打动我 就所有的 耶稣的想法 都在父的里面 你说这是真的吗 不是说真坏的思想 而是 讲的说 你的想法 就是与神同行 为神所做的 这些 你这些所做的 都在他的心里面 你的想法 都在他里面 而且触动他们 如果这是真的话 你就说 神啊 谢谢你 向我显明更多 当我跟你讲的时候 我没有看到 有什么事情发生 我也没办法衡量 可是你对我说 我在你的里面 我所做的 都在你的心里面 在你的思想里面 你喜悦我 你在乎我 是吗 是我吗 是的 这里就是神要说的 这个就像一个 纪念碑一样 事实上 他还会回应 这样的祷告 而且给人 他说 为我们所说的 实际上 还给我们永恒的奖赏 我们对他说话 而就会触动 他们的心 就是说 我们站在神的面 可能多年之后 你站在神的面前 神说 你曾经给人 一杯水喝 他说 你要得到奖赏 因为你在我的心里面 你所说的 所做的 我都记得 你触动了我的心 我的声言就是说 你要对神说 谢谢 神让你显示更多 我再说 这是一个 我们在他里面的 一个简介而已 我们这个灵 在他的里面的 我们在一个 永恒的一个灵里面 无所不在的人里面 可是他可以在我们里面 我们理解 可是我们怎么在他的里面 就是他那个 对我们那个火热的心 我们的那个 我们这个灵 要到达他的那个层面 第三页 他说 这样你就知道 你们在我里面 我在你们里面 这是很奇怪的宣言 他在邀请信徒们 进入这个 他刚刚向门徒们呈现的 这个父与子之间的 喜乐的关系 他邀请他们进去 在五旬节之后 圣灵在他们身上 不只是圣灵 圣灵在我们里面 他要超过 他想要圣灵 在我们的思想里面 行为里面 你是被喜悦的 你可以感知到 耶稣对他的门徒 这是对他们来说 是六章 是七章中说的 是奇怪的 是他说 他说 我等我死了 我这个 我那个 还没有说出口的 一些想法 就会在你里面 他说 你看不见我的身体 可是我有 我的话呢 要进入 你进入你的里面 其他人会听不见 但是你能听见 就靠着圣灵 他说 这是为了你的好处 你想想 想象一下 一个朋友告诉你 是你的好朋友 他说 我要走了 但是 我要将我的灵 放在你的思想里面 你的什么 我要将我的灵 放在你的思想里 这样 我们就可以 相互交流 进入一个 更高的层次 无论你到哪里 你到海外去宣教 但是我会和你一起 因为我的灵 和你在一起 你会看着你的朋友说 这个极端难以理解 他说 他说 我一些没有说出的想法 你就会知道 你没有说出的想法 我也知道 这样的关系 会超过以前的 就是 我们面对面的 这样的关系 可是 我要 你所要去的地方 是完全为了你的好处 这是一个 我们很容易 就是 把这些东西通俗化 我们不觉得这些 是实际的 但是要把它变成 一个生活的方式 屁点 基督在我们里面 我们在他里面 我们不是在另一个人类的里面 他是一个很独特的 就是 只有是耶稣 没有任何一个人 可以进入你的思想里面 知道你一切没有说出的想法 而且你也知道别人 没有说出的想法 那是根本不可能的 但是耶稣呼召他们 要这样进入这里面 这是一个 独特的 荣耀的 当我们 更深的来进入的时候 我们就开始成长 那个面包屑 就会越来越大 一直带领我们 进入圣宴 Q点 互相内住 神学历史上 讲到这个 成熟的 互助 这个成熟的互助呢 是神住 神住在里面 我们住在耶稣的里面 子住在父里面 父住在子里面 这是一个奥秘 近两千年的教会历史当中 很多信徒 就 他想也不想就跳过去 这些值得我们花时间去学习 我也学习了一点点 我发现了 那一刻 就是小小的 对我的鼓励 我一点点的看见 我就想说 神啊 我想要知道 了解更多 我想要知道 这里面的 里面的东西 很多信徒不读 不在乎这些 他就跳过去 他就等到复活的时候 再说 我们会搞清楚的 可是我现在就要 就要得到 这里面的互助呢 讲到了就是 信徒之间 以及神与人之间的 这个亲密的 最亲密的关系 在历史当中 有些人 学习这些的时候 你会找不到 太多西方的 这个流行的书 或者世界各地 或者现代的 大多数的信徒 基督 基督之间的 交流通常是 与神相交 是为了医治 为了更富裕 并不是要进入 跟他们关系之间的 加深 但是我相信 在耶稣再来的时候 会有巨大的改变 历史上 有些人已经进入了 他们有些 有些人也被蒙蔽 他说 他们说 他开始进入了之后 开始就变得混乱 被欺骗 然后创造了各种理论 有很多的历史当中 有很多种讲法 但在这几章里面 就没有应用 你们也没法接受 但有些人在这方面 进入深 他们不知道 这个界限在哪里 有些人知道 有些人不知道 F点 我只是给大家一点 概览 就是 你可以怎样去做的 一个概览 听起来有点奇怪 在S点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更多 耶稣看到父 听见父 做父做的事 父做哪些事 子做哪些事 圣灵做哪些事 他们的关系当中 是独特的 这是 最容易理解 T点 神创造我们 十三部分 圣灵魂体 祂的灵住在 我们的灵里面 我们的人的灵 不是无所不在的 但是神的灵 住在我们的里面 他的生命 他的生命 不是被创造的 我们的 神也给动物生命 我说的是 真实的生命 有一个 有一个牧师就讲到说 这是神的生命 是超自然的 属灵的生命 这个就是 在我们的灵里面 至那以后 我们就与主成为一灵 那是很令人兴奋的事 圣灵可以住在 我们的灵里面 挑战的是 我们的思想意志 情感我们的魂 那里面 在我们的身体里面 圣灵住在 我们人的灵里面 但是直到我们 与圣灵互动 我们的思想意念 和情感 我们甚至都不配 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 因为我们 很难 我们通过 跟圣灵的互动 我们的灵里面 就充满 就被圣灵充满 事实是 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 是一个极大的奥秘 极大的神迹 他们不觉得 因为他们的灵魂 他们的思想情感 没有跟 有圣灵的带领 你可以 你可以走 活很多年 可是 却没有跟圣灵互动 其实你可以 很富有 很丰盛 我喜欢 在新清定版里面 讲到 这个说 我知道 你里面 里面要涌出 活水的泉源 我想这个版本 是 他说 内心最深处 这个版本 新美国标本版 最准确 你的思想 意念和情感 你跟圣灵互动的时候 你才能感觉到 他的同在 第四页 圣灵想要我们 在这个合一当中成长 同样的 有五个元素 当你看到 这五个元素 在约翰福音 里面 讲到 父与子之间的 以及在新约当中 能看到 神想要 我们的 思想 心思 意志 言语 行为 都与 与他合一 圣灵说 我会帮助你做 我要 将这个想法 放在你里面 我不是 丢弃你 你 你永远都不会碰到我 但实际上 他是告诉我们 他是计划 要帮助我们 不是让我们 里面就痛 没有办法跟神连接 我们要刻意的 去寻求 与神 一致的方式 去思考 去感受 当我们知道 因为我们知道 这会深深打动 父的心 随着时间的推移 他的 他所想的 感动的 言语 已经行为 就会充满我们的心 我想说的是 我们会往前行两步 往后退两步 C点 是 思想和言语 思想和言语 我会主要关注在这两点 因为当我们将 思想和情感 思想和言语 先跟上了之后 你的情绪 你的 你的习惯 以及行为 会慢慢会跟上 他们会跟 跟从你的 言语 和 思想 我们自然的思想 是黑暗的 因为你会 有谎言 有沮丧 我们就会听进去了 我们的情绪呢 就是跟着 那个思想来 等等 但是如果 当我们的思想 开始与神合一的时候 我就说 我父在说的 那我们的 情绪就会 慢慢的 就开始 合一 这几点 这两点就是 我很想要 当我们就关注在 我们的思想 和言语上的时候 其他的都会跟上 检查 就是你的 就是 通过拒绝 负面的思想 不说 不说负面的话 就关于你自己的 我说的还不只是 对别人的话 我是指 对你自己的看法 神对你的看法 你就说 我没价值 没人在乎我 等等等等 不要这样想 你是重要的 因为 因为你的话 就在神的心里面 想想看 你可能要问 你不需要这样问 你就是说 神在乎 神在乎 耶稣 耶稣福音15章说 如果我的话 进到你的心思里面 到你的思想里面 那你的祷告的生活 就要进入一个新的水平 我知道这是 关键是 不要 就是让你的心 被忧愁主宰 它是给你 地点 所以 我在讲 接下来就是 文文下面 他说 如果你的言语 和你的思想 一步一步地 与神对齐 就会影响 就会影响你 你会有 祷告会应许 会有神迹会发生 这些主题 就慢慢地展开 如果你这样做 他说 附在我里面 我在附里面 他说 如果你这样去做 这个与神合一 所结出的果子 这是会影响 你的祷告的生活 而且会变得多元化 再讲到第二点 神的话充满耶稣的心 我就尽量怎么样 来简单地来讲 就是 父的话就充满耶稣的心 我想 很多年 耶稣说 神的行为 父的行为就做出来 就是父的话 化在耶稣的心里面 这是有很 耶稣跟父 就是父的话 充满子的心 子的话 充满父的心 神迹就发生了 这就是耶稣的生命 我们知道 我们的价值就是 就是通过 祷告 就是 祷告就是 用神的话 去祷告 把它变成 与神 对话 与神的这个默想 与沟通 然后我们 就是用 祂的话 去说话 就是 有些是 祂的话 充满我们的心 我们 在说 回给神听 来触动神的心 还有是 祷告 默想 带祷 下一个经文说 这样你就可以 行神祭 当你的心 如果充满了 神的话的时候 或者你所说的话 充满了 你的心充满 祂的话的时候 这些事情 就会发生 神迹 音许的祷告 圣福的爱 圣灵的能力 以及祂的同在 都会发生 这带领教会 易发的成熟 一点 与圣灵 一致的思想 和言语 将人与神 和彼此 在神的恩典中 捆绑在一起 大卫明白这一点 他说 在诗篇19篇14节里面 说 他说 让我们的思想 和言语 是说 在你面前蒙悦纳 他说 在你面前蒙悦纳 说 让我口中的言语 心中的意念 达到你面前的时候 很多事情就发生了 基点 有点奇怪 但我还是要说 我们一生当中 花了几十年的时间 在头脑当中 其实跟人对话的 这个叫做思想 在头脑里面 争论 制定好计划 坏计划 像不再 就表达 表达爱 就在通过头脑的 画面里面 可是那些人都不知道 因为他们不在 他们在我的思想里面 他们不会 你想着你爱他的时候 他们就知道说 谢谢你 我爱你 当然我这样说 很奇怪 但是主 他实际上就在那里 他就在那里 真是印象深刻 他还激励我们 就是他的话 他的话当然没有 就是 他是搅动我们的心 但不是就说 就是像 自然界里面的声音 一样发出来 因为他在的时候 没有人会知道 但是你 你对他微笑的时候 或做个小丑丑脸的时候 他知道 他说 哦 你在对我说 圣灵 就在那里 一直在那里 这是一个真实的交谈 很重要 让我们看到这一点 经去体验 是在亲密关系中成长 是住在神的爱里面 就是成熟的一个居住 住在他里面 他住在我们里面 不是被动的 是主动的 是需要我们的思想 我们的话与他对齐 当我们的思想 话与 跑到外面去的时候 将他们带回来 与神一致 大多数我们说的言语 思想是指 我们就是 我们来否定 神对我们的 完美的计划 你觉得 那个谎言 神忘记了我们 因为我看不见 看不见 可能就不是真的 但是 即使你看不见 这也是真的 我们与神对齐 我的目标是要培养 与我们所爱的神 持续地在心里面对话 这是 这是无论是最软弱 和最新的信徒 都可以去做的 五年 十年的训练 一个新 一个新的信徒 就在第一天就可以开始这样的去操练 每一个人都可以去做 就像上周 我们讲到生命纪三世节的时候 说 他说 那个离你不远 你不要上天 也不要去入海 他说 他也不困难去理解 你不需要到哪里去 他就在你的口中 你就开始用口对神说话 他就在你旁边 就在你的口中 这就是 这里我们有多近 Amen 好 我们站在神的面前 这里 这里一些想法是奥秘的 可是你要与这些话摔角 你说我不知道 我甚至都 你可以说 这家伙讲的我一半都听不懂 可是我知道一点点 你向我显示更多 我甚至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他 我不知道那些 我不知道台上的人讲的 那你不要让这个就溜走了 父啊 我们在你的面前 我们对你说 我们爱你 我们想要得到这个 阿爸 我们要这个 我要我的儿女 我的孙辈 我的真孙辈 以及未来的那 要来的那一代 父啊 你圣灵啊 来触摸我们 圣灵对我们说话 圣灵 圣灵对你说 你对我说话 圣灵对我们说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圣灵阿求你来 来彰显你的童在 在我们敬拜的时候 来彰显你的童在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来带一道子结束 谢谢大家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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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Come behind you Stand on the back row Stand on this carpet Your heart's stuck Some it's accusation Some it's condemnation Some it's shame Some it's fear Some it's regret Some it's confusion Some the Lord's tormenting you Some it's just heaviness You don't even know what it is Some of it's pain Some of it's betrayal There's a hundred ways the heart gets stuck The Lord has an answer for the heart And here we are in the family of God We say, Lord, come and teach us I'm going to ask a bunch of you to come And come just put your hand on their shoulder And just speak a Bible verse Or a Bible truth over them Like I tell folks You do that about half the time It's going to be prophetic You don't even have to try to make it prophetic Just say a Bible verse A Bible truth You don't have to say it word for word Just paraphrase it Speak it over Say, Lord, release this Father, I ask you, Lord For the wind of the Spirit Maybe a few more come down and help pray Lord, I ask for the wind of the Spirit To move across this room Those on the web stream Those sitting in the chairs All through the room You don't have to come up here To get prayer for I ask you, Lord Liberate Liberate the heart For a spirit of liberty on the heart Right now, tonight Oh, release the wind of your Spirit God Come touch us Come speak to us We'll hear your voice tonight Father, come and fill us with your words Come like a wave Come like a wave Come like a wave Come and wash us With your word, God Come and wash us With your word Come and fill us With your Spirit Walk the need of God Thank you for a minu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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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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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